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中国航天又创造了一项新纪录 一件41型,拼火箭真的是上天了 很多网友可能会好奇 一发火箭如何把这么多的卫星同时送上轨道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火箭前端放置卫星的整流罩空间 就好比是一辆中巴车 41颗卫星坐在车上 不仅要有座椅,互相之间还不能够太拥挤 这就需要精心的排列设计 为这些卫星排排坐 这次的解决方案呢 主要是用一个圆筒 卫星就挂在筒的侧壁一层一层的挂上去 这些乘客就这样一排排坐好之后就出发了 火箭把卫星送上天之后 卫星还要安全的下撤 卫星数量越多 分离出去后 载轨卫星碰撞的风险也就越大 确保兴建安全分离 是这次任务的主要难点之一 中国航天人的解决办法是层层刹车式分离 也就是每分一组卫星 火箭都会开启反推装置 往后退步 这样可以拉开每组卫星之间的距离 确保分离安全 这次41颗卫星分离的时间 一共才几十秒 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让所有的乘客 都能够安全的下车 难度的确是不小的 所以这个拼出来的新纪录 拼的也是精准 精细 精心 和精力求精 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也永远值得信赖 一键41星不会是终点 相信这辆中巴车还会变成大巴车 装下更多的乘客 开得更远 新纪录 新起点 再出发 中国航天从来不缺乏新纪录 因为中国航天一直在盼登